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这次黎巴嫩巡呼机爆炸案 它的后续影响确实超乎了人们的预料 因为就当事方而言 我们首先说受害最深的应该是黎巴嫩 特别是黎巴嫩的珍珠党 因为他们认为他使用巡呼机没有任何的过错 因为巡呼机无非是接受一些信息 看一些通信的内容 没有构成对其他任何人员的伤害或者破坏 所以他认为是合理合法的 而在巡呼机里面加装爆炸物 或者引爆巡呼机 造成了使用巡呼机人员的伤亡 也就是说他是正常的使用合法的使用 却受到了一般的伤害 受到了不分差别的这种攻击 所以他认为要对攻击者 或者实施破坏者要进行报复 那么现在就把报复的对象定在了以色列 他们认为就是安装爆炸物 或者是操纵这样的爆炸案 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所为 这就导致了黎巴嫩珍珠党和以色列的关系的 这个进一步的恶化 使他们的军事冲突会进一步的升级 那么我们再看 由于美国呀 他是以色列的密切的军事盟友 而且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那在这个情节或者这个事情爆发以后呢 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里肯就声言说 美国对此事不知情 跟他美国无关 还有呢就是这个产品 就是这批寻呼机 是由台湾的一个厂商生产的 他们马上澄清 说我呀只是出售了品牌 就是什么金色阿托罗 这个品牌 我没有参与这个具体的制造 我只是卖自己的产品的品牌 那么制造商呢 他说我仅是制造 我没有往里面加装爆炸物 那么就是谁向这个手机里面 或者是说寻呼机里面 加装了这种爆炸物 或者是植入了就是爆炸的这个程序 这是一个焦点 就是这个事最后是谁干的 那么作为联合国秘书长而言 他要对这个这件事的表态 他说呀 就是反对把民用的这些设备 或者是物资武器化 因为本身寻呼机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 接收信息的这么一个小设备 但是呢你把它武器化了 因为你加装了这个爆炸物 那么就是使他成为了一种伤害人类的这种武器 那他是反对这样做的 那我们现在再看 就是这件事发生以后 由于他是造成了在黎巴嫩这个区里面 造成了十几人的死亡 上百人的重伤 还有几千人的这种轻伤 那么也有以色列的官员说呢 希望在几分钟之内啊 就是通过这种爆炸来这个就是剿灭掉 珍珠党的这些成员 或者是他的这些人员啊 你看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几千人被这样的爆炸 所打伤或者是击毙 他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作为就是一般的珍珠党 他对这样的行为可以说 视为一种恐怖袭击 不是一种战争的军事行为 因为他伤及到了儿童 伤及到了平民 伤及到了周边的人员 那这样的话呢 是恐怖行为 他也要进行报复 当然他的报复未必就是 对手机啊巡呼机这类的 就是这个通信设施 进行加装或者改装啊 他可能不是这样的方式 他也没有这种能力 那他也不能排除 就是一个是用火箭弹 来打击以色列净烈的目标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不排除 他今后会不会在汽车里面装炸弹 比如说这个交通工具里面装炸弹 或者是电器里面 也装这种就是爆炸性的物质 那这不就导致了更多的这种无辜的人员 平民受害受伤了 但是这个事情的引起者 可是在巡呼机里面 加装爆破装置的这些组织和人员 所以我们看呢 他起了一个非常恶劣的这个示范作用 也就是对这个恐怖袭击的样式 和这种就是范围 他开了一个很不好的这个头 那么这会引发呀 就是对平民的更大的这个伤害 当然作为其他的这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也要警惕呀 就是虽然爆炸在里巴嫩 但是不能排除自己国家内或者地区内 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手机呀 就是巡呼机呀 或者其他的电器 被别人加装了这种恶意的程序呀 或者是这个爆破物啊 那就对这个人员造成巨大的伤害 我想这件事呢 还会对很多的电器的制造商啊 特别是就是大量生产先进的 这些通讯设施的电器商 造成巨大的这个破坏作用 因为这个他们可能会因为 这个人们担心使用他们的这些电器 也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就不去购买啊 包括在里巴嫩呢 发生爆炸以后 很多的里巴嫩的平民呢 就把收音机里的电池掏出来 把这个BP机给抛弃掉 那这种就是今后不再使用这个品牌 或者是这个类型的这个电器 那很显然 这个对整个呢 就是制造商啊 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所以我们看呢 就是这件事起码是 有三方面的恶劣影响 第一方面的恶劣影响 就是会引发里巴嫩和以色列的 这个军事冲突的加剧 第二呢 就是对这个平民的伤害 类似于一种恐怖袭击 那么这样这个袭击之后 那再报复 或者把这种范围在电器里面 装爆炸物的这个范围扩大 那这个对整个的 就是使用通信器材和电器啊 这种方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也就是对这个市场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行为 实际上是助长了恐怖主义的滋生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